田伟是中国最草根出来 混到最顶层的白手套 他是山东青州人 山东青州有一个大家已经知道已经被抓了 叫做宋新斌 宋新斌抓的时候是解放军郑州信心学院政委 这是2015年以后他去的 当时信息学院的院长党委书记是谁呢 就是胡锦涛的秘书王福庆 宋新斌是二把手 结果就因为田伟被抓 宋新斌被抓了 宋新斌家是山东济南人 宋新斌的父亲是山东省公安厅厅长 当过一段政法委书记 宋新斌的父亲就是介绍了彭丽媛认识了习近平的 彭丽媛的父亲是当时运成那个东区的武装部副部长 后来宋的父亲提拔了他当了武装部长 所以彭丽媛的恩人就是宋新斌 这个青州的当年的田伟是倒卖农药农用机械 后来鲁能出来一个拖拉机和三马车 田伟去想办法去倒弄这些车卖 就想找人 就在这时候就买通了鲁能的几个人 同时青州的宋新斌 还有他的领导就帮助田伟介绍了更多的官员 就这么田伟就搞定了鲁能 搞定了鲁能的当官 这个田伟可就了不得了 田伟当时就认识了肖建华 他就把这关系就类似于什么人呢 就跟宋新斌跑的山东帮 中国当时武警的消防帮 山东的将军帮 山东的军人帮 山东的组织部 张年的张全景 张全景所有的部下都叫田伟搞定了 田伟的人生哲学就是三句话 女人 潜力 介绍关系 当时的老的梁不婷这样的家人他都搞定了 这个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人 完全一个结婚子 就进宋主部就如进他自己家 田伟结果是 他认识了肖建华 认识了曾伟以后曾伟是1968年出生 最早是做中央电视台广告 后来孙政才在顺义当区委书记 就给曾伟批了一块墓地 然后又搞房地产 最后就是通过他就认识了曾伟 曾伟和这时候肖建华就扒上去了 扒上去就称为大哥老大 就把鲁能要不就给这个曾伟 就这么肖建华就是搞出来的 那鲁能他当时在整个全国电力系统 房地产开发大了去了 结果鲁能就成了中国最有钱的腐败 全靠腐败 当时是谁呀 张高丽呀 山东的前几任书记呀 全部被他搞定 他这个小白沙 就是田伟的小白沙里面 几乎是每天 谁呢 连令计划这人从来不出去吃饭 都经常去吃 霍克 中办副主任 然后呢 梁光烈 陈炳德 许才厚 郭伯雄 李鹏 所有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